对于王先生的女儿高考落户这个事儿 乔女士内心又纠结又气烦 而这一次王先生又承诺了乔女士 女儿只落户不介入生活 她的女儿也只是和爷爷一起租房子住在附近 但乔女士没想到 这个女儿有一天竟然要搬进他们的房子里来 我们就开始为难了 最后她就说提议说是 我们买的是仅有的一套房子 说不行让老人住上 我们做房子住 我就说和她结婚十几年了 我租了十三年办的房子 所有亲戚朋友都看到我过得有多么的不容易 刚刚买了个房子 住了就算一年多不到两年 还没住文呢 我再开始租房子 我没发明的现实 不难 这三年我们也挣得还可以 再买套房子算了 我就跟她提出来 我说要么咱们租房子 让老人住进来 我们可以租房子 这就没人说嘛 我们年轻了嘛 她就不同意我第一个方案 最后不是 后来也算是解决了吧 对吧 解决完了这事过去了吗 房子当时没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自己的资金不够嘛 算了算可能差一万 再来一万我们房子手术付掉了 有一天晚上她上卫生间了 手机响了一下 我一看看到她的手机短信上面 她的那个银房卡上 还有一万块钱 我当时就问她了 不是说没钱了 我们咱这上面 你只考上咱还有一万块钱 那是她女儿的钱 我就再啥话也没说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在那整理家里面抽屉的时候 发现一个回纸单上面 就看她转进去的钱 然后就有一万块钱了 说明就说这一万块钱 不是她女儿 是我们的钱 回来就问她呢 这个回纸单 你给我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 把我们家的钱 算是女儿的 就要一些后杂运 那就就是她随便 都不可以说 跟我就没关系 隐瞒了就这样可以说 最终这件事情 给了你合理的解释吗 她就最后就说 这些钱是我们的钱 再就没有了 我和她从白手起家 啥都没有了 开始 这本就是我们现在的 她压在家 就是要出败我 出败我地钱 我们借钱 买房子呢 就是靠越老子 靠近 就是她女儿的周春 她还这样隐瞒钱呢 她为啥要这样做 属于我的 她为啥一样 在家三月初 我也这样做呢 我真的就说 没法接受了 所以就绝对 越来越对她的女儿 越来越排斥的 黄先生 有隐瞒吗 有 这个问题就说 是我存在私房钱 我本来小舅舅 他对我女儿 这么排斥嘛 女儿肯定也是非常可怜 我呢就是 有时候存在 这个私房钱 就是一万块钱 你存这个私房钱 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以后跟女儿 有时候 添补点 生活吧 算是你作为父亲 对女儿的一种弥补 她不能接受吗 我再不管 那不是成了孤儿了吗 如果站在刚才 王先生说的这个角度 你觉得能理解她吗 因为从这两年 只要老公下来 生病 我就是老对 他身上有钱 身上钱够不 我不是说那种 见死不救 不顾事的人 但是他为啥 就要逗你 从来不理解 那种难免 会让你在 自身中 我主要的是我孤儿的 他这样子 不这样做 我不可能有那样的配置 后来跟女儿 还有接触吗 没有 从来都没有 我孤儿的一种弥补 我孤儿的一种弥补 我孤儿的一种弥补